最新調查顯示 隨著通貨膨脹物價飆升 家長今年在子女開學購物方面 將會花費更多 鄺心如報導 快將開學 家長都忙於為子女購買開學用品 根據雅虎及調查公司 Maru進行的最新文調顯示 受訪的本國家長當中 有三分一表示 今年在開學用品上的花費比去年多 幾乎所有人都同意 通貨膨脹症嚴重影響學校支出 事實上物價上升 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父母 正在尋找減價或有優惠的服裝 學習用品和電子產品等 超過四成的受訪者表示 越來越多傾向購買折扣貨品 並無奈地要增加家庭預算 另外近一半人表示 為今年的開學購物設定了適度的預算 只有一成多些人表示不擔心支出 由於通貨膨脹 為家庭預算帶來壓力 國民已經努力削減 包括雜貨和娛樂方面的一系列開支 根據加拿大零售協會 7月下旬發佈的另一項研究 超過三分一家長 預料今年在購買開學用品方面 將花費更多 另有一半受訪者 終於去年大致相同 等下 同款